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天龙八部原著中对他的武功描述还是比较清楚的 到了五代末年 慕容市中出了一位武学奇才慕容龙城 创出斗转星仪的高妙武功 当是无敌 民阳天下 金庸老爷子用了 当是无敌 四个字 很显然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慕容龙城巅峰时期 当时的江湖是没有人可以匹敌慕容龙城的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慕容龙城就一定强于段思平 答案肯定是不对的 金庸武侠里比武功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那就是内功 谁内功更深厚 谁就胜算大 内功相差太大 基本是一方秒杀或碾压另一方 内功相差不多时 才需要讨论招式 若招式也是各善胜常 就看实战经验 实战经验都很牛呢 只能看主角光环了 在天龙八部里 慕容家的斗转星仪在江湖上并不是特别响 远不如大理段式的六脉神剑 只是这两样绝顶武功 很少现身江湖 因为都需要很高的内功门槛 我们可以从他们俩的生平来看 慕容龙城生活的年代 天龙原著中有过描述 从中可以间接地推断出他活跃的大概年份 他不忘祖宗遗训 纠合好汉 意图复国 但天下分九闭合 赵匡印建立大宋 四海清平 原心思智 慕容龙城武功虽强 忠于无所建树 郁郁而终 慕容龙城生于五代末 真正练成武功 纵横江湖无敌 想要实现慕容家复兴大焉的梦想时 此时五代已经基本终结 赵匡印建立大宋是在公元960年 前期赵匡印忙于终结五代时诸国兵力的局面 用了很长时间平定京南 武平 后蜀 南汉及南唐等割据政权 完成了部分北方地区和南方的统一 随后又采用杯酒士兵权 执法加强了中央集权 并采用多种方式巩固统治 慕容龙城打算复国时 却发现四海清平 原心思智 那么说明这个时间段 起码也是北宋完成了南方和部分北方地区的大统一之后 赵匡印是976年逝世 也就是说慕容龙城武功的巅峰期 应该是在公元970年左右 关于斗转星仪 金庸旁白也提过 就是由五代时的慕容龙城所创 传了几代传到慕容伯 慕容伯和慕容傅父子 曾经偷偷在餐盒庄修炼 慕容傅已经得到真传 但是慕容傅内力不行 根本发挥不出斗转星仪的威力 对付一般的江湖小人物小门派 慕容傅还能用用 遇到高手就不行了 慕容傅曾经用斗转星仪 对付星宿老怪丁春秋 由于丁春秋内功强过慕容傅 慕容傅差点因为斗转星仪 中了丁春秋的毒攻 斗转星仪要发挥威力 需要使用者内功跟对方相差不大 或高于对方 而慕容家除了斗转星仪 书中交代的武功 也就一个参合纸 也是内功催动的执法 慕容伯不学自家武功 却去偷学少林武功 还想偷少林寺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易金经 可见慕容家没什么上成内功心法之类的传下来 在少林寺 慕容伯现身后 被悬资方丈戳戳破身份 逃入少林寺 乔峰在身后追赶 离了好几仗乔峰向慕容伯派出一掌 慕容伯回了一掌 全身一震 手臂发麻 可见他的内力似乎略讯乔峰 在少林寺藏经阁 乔峰还曾对慕容伯派出一掌 慕容伯伸手想扶开 但是肖峰内功太雄浑 慕容伯抵挡不住 并没有化解掉 乔峰这一掌都打在了书架上 又可见慕容伯内功确然不如乔峰 此外 慕容伯曾偷袭少林寺悬碑大师 悬碑大师内功身后 又精通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的大为陀储 慕容伯用祖传功夫对敌悬碑大师 大意之下竟然落于下风 最后只能拼尽全力 用斗转星仪 把悬碑大师的大为陀储 转到悬碑自己身上 可见慕容家的内功 跟悬碑也只是伯仲之间 慕容家后人慕容伯和慕容傅的内功 都算不上顶级 可见慕容家确实没有特别牛的内功传下来 那慕容龙成当时能靠斗转星仪纵横天下 只可能是他天生神异 又卖神剑的创始人段思平呢 他是有高深内功心法传下来的 那就是大理天龙寺的枯荣禅宫 段思平并不是金庸老爷子杜撰出来的人物 这是一个真实的聚可查的历史人物 段家是一个传承了很多年的大家庭 一直居住在南兆地区 段思平公元893年出生 937年被大一名国主杨甘真迫害 无奈之下竖起一旗 成功建立了大理国 到了944年 51岁的段思平就离世 从二人的生平就可以看出来 段思平死后26年 慕容龙成才真正走向巅峰 很有可能就是段思平晚年的时候 慕容龙成才出生 或者才开始修炼武功 二人一南一北 可能压根就没有交集 从他们后人表现出来的武功水平 以及天龙元柱中 对他们的部分描述中 我个人觉得段思平 可能要比慕容龙成厉害一些 段思平的武功水平如何 天龙元柱中并没有提及 但从大理段家和段玉的武功中 就可以间接推断得出 大理段是三样绝技 六脉神剑 一阳指 枯容禅功 前两者都是需要内功催动的 特别是一阳指 普通内功就能催动 但是六脉神剑 却必须要高深内功 才可发出威力 大理一阳指在乔峰眼里 不算很厉害的武功 因为他曾经剑断正纯 和段老大使用过 然而 那是因为他们内功不行 一阳指跟少林执法一样 需要内功催动 内功越强 威力越大 天龙寺五本 也只练到第四品 枯容禅师说 就算练到死 也没人能练到一品 可见段氏的普通内功 也是不太行 但是 段氏 天龙寺却有一门高深内功 叫枯容禅功 天龙寺高僧枯容禅师 正在修炼这门内功 枯容禅师 已经将枯容禅功 练到接近顶层 也只能使用两剑 然而 五本用六脉神剑合力 不是揪魔之对手 枯容禅师认为 也不是揪魔之对手 因而烧毁了六脉神剑剑谱 可见大理段氏的内功 应稍弱于小吴相攻 段氏学了逍遥派北明神功 吸了很多内功 内功身后无比 才能同时使用六剑 段氏初学北明神功 结果吸了数十人内功 真气在体内冲撞 害得段氏痛苦难当 最后还是天龙寺中高僧 传授了段氏导引之法 这才让段氏 能够控制体内的真气 段氏吸了数十人内功后 内力之身后一跃 达到了江湖顶尖水平 就像王宇彦所说的那样 段公子内功修为身后 将来的天下第一的 多半便是段公子 凭借身后的内力修为 段氏成为自段思平之后 大理学会六脉神剑 全部六路剑法的第一人 段氏吸了那么多人的内力 才达到修炼六脉神剑的条件 创出这门武功 并以武力国的段思平 内功之身后 武功之高深 可想而知 库戎大师只学了两路六脉神剑 就能上了揪魔智 这位天龙顶尖高手 尚不熟练的段氏 也能靠着这门剑法 击败众多成名高手 六脉神剑之犀利 堪称天龙第一攻击性武功 那么段家跟慕容家 谁的内力更强呢 依我看 还是慕容家强点 扫地僧说过 慕容博和肖远山 去少林偷学武功时 都已经深具上成内功 所以慕容博这几十年来的内功 是他们慕容家的 而且随着时间来看 越练越强 当年燕门关大战 慕容博看到肖远山身手 吓得心胆剧烈 很明显 那时候慕容博内功 还不如肖远山 可是三十年后 二人交手三次 不分胜负 慕容博已经追上来了 肖远山说他手下荣情了 饶是如此 慕容博也距肖远山不远了 而肖远山跟究魔智对过一掌 两人旗鼓相当 可见慕容博内功与究魔智 也是伯仲之间 究魔智内功 又胜过大理第一高手 枯容大师 则慕容博内功 也胜过枯容大师 看起来 慕容家内功 要强于大理段氏 自然 当年的慕容龙城内功 恐怕要强过段思平 如果是普通对打 慕容龙城迎面大 段思平要稍去一筹 可问题是 慕容龙城的斗转星仪 更多是防守型武功 能转移对方内功招式掌力 未必能转移剑气 要转移剑气 必须得是少林派 至高无上的内功一金晶 在藏经阁 乔峰跟慕容副 都用上石城内力队长 被扫地僧轻松 用气墙化解于无形 旧魔智用小无相弓 催动无相截止 扁点三下 偷袭扫地僧 被扫地僧气墙消灭于无形 可见少林内功 可以化解剑气 如果少林一金晶内功 练到顶级 像扫地僧一样 在周身形成气墙 则无论是六脉神剑剑气 还是各种掌法 直立 都对他无可奈何 可惜 慕容龙城没有这么强的内功 慕容家面对段家的六脉神剑 光靠斗转星移 恐怕无法化解 即便段思平内力稍差慕容龙城 恐怕即便段思平 只能同时用六脉神剑里的两剑 慕容龙城就阻挡不住了 如果是六剑呢 慕容龙城拿什么阻挡 因此 最终来看 段思平比慕容龙城厉害 这也能从侧面看出 五代诗国这个乱世 豪强并起 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 慕容龙城却蹉跎一生 没能复兴所谓的大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浪 专注武侠解读 如果各位大侠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留下你的足迹 让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武侠世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